我上了 我要去義大利某一間大學念書 四十五幾分 對 那他就去了 那如同現在提到的 就當初的破壞的問題 和中中問題其實是一脈相承 因為他們已經pass掉 最難的第一步 然後這樣根本就是走後門 就是他事實上是一個 取巧的一個旁門走道 我們簡單講就是說 教育體制應該要有點公平性 就是我想說 我們對於這些專業人才的篩選 應該要有保障一定的門檻 才能夠對於未來不管是病患 或是對於其他社會大眾 有一些保障 昊瑜你這邊有其他的例子 沒有 就講一下 就是最近上海中醫藥大學 他們一直要求說 要能夠承認他們的學歷 上海中醫藥大學 聽起來是蠻好的學歷 但是你看一下 這是一學生聯盟會裡面 在臉書上披露的一些資料 我後來想再去找 他們發現他們很聰明 他們一發現露餡兒 馬上就把這些資料都封鎖起來了 這位同學呢 他一九九二年 畢業於南山商工 然後接下來是在亞東工專畢業的 接下來過了幾年之後呢 他就跑去廣州念了中醫藥大學 他茅舍頓開 然後在臺灣你很難想像說 在臺大醫學系碰到其他同學 是什麼什麼商工畢業的 我們都是建中北醫女 或者是這個中醫中南醫中 把士大夫都放了 對不起 另外一點就是在中中這一塊 有一個問題 大陸中國的學制非常的混亂 他們的醫學系有所謂的三年制專科 四年制六年制八年制 甚至九年制 那跟潑潑很像的是呢 以北京大學為例 他們的本地生是念八年制的 但是對於臺生跟外籍生 是念六年制的 也就是說他們專門去訓練一批 就是只要來繳學費 就可以進來念 念了可以比本地生還要早兩年畢業 拿到這個學位的 可是這些人也是一樣 不能在中國當地職業 好照 所以你有想像說 我今天是一個國家 我訓練出了一批 我們自己不會用的人 那這個品質 根本我們就不用去列管 就他們有控管 結果我跑到臺灣來被重用 然後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這些人上電視哭訴 就說我們都在那邊考過了 可是我們想要回國服務什麼的 我們就覺得 如果你要回國服務的話 那你以後要不要接 這樣好了 我們就揭露說 甚至我們修個條法條 就是我們現在五大科超級缺人 對 你們就來五大科服務 也不行啊 這樣五大科的多道 這個還是Quality有問題 是啊 我說量他們也不敢 實際上這個 我們在第一線接觸過很多 這些學弟妹們 就是有些地方來的 真的是很可怕 那現在臺灣 因為這些人相對少 因為之前那個潑潑事件之後 有些落日條款 信賴保障原則 我們還是放了很多人進來了 但相對於我們每年一千三百個 臺灣的醫學生來講 他們是少數 比如說我們現在是靠大家去cover他們 這個醫療是一個團隊 對 裡面有一兩個程度比較差的 我們別人會把你問題抓出來 OK 可是一旦將將來 未來我們這個五大接空 你真的讓這些人放進來之後 對 我們就會發現說 你一個人要去cover十個人 那是辦不到的事情 OK 歐副校長 這個事情在臺灣沒有辦法解決嗎 我認為這個以上所談的每一個問題 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 那我先簡略說一下前面一個問題 就是說私立學校問題 我現在首先兩件事情 一定要先堵住 對 第一個就是洗錢撈錢 這件事情是可以堵住的 OK 那這個是從法可以解決的 這是第一 第二 剛剛陳醫師不斷地在說 教育部的手不能夠變成是旋轉式的 而且就有凌駕式的探早式的 對 來掐住所有私立學校 對 這個是可以解決 對 這 這怎麼解決 看起來旋轉沒有沒有 立法一定可以解決 只是他要不要立而已 但我還要再補一個 就是說不只教育部探早式進來 其他部會也有 對 剛剛念了好幾所學校 這個他不是只有念那些名字 是因為那只是教育部的 還有別的部 清府會的也有 而且那個很誇張 他他就是一個大學畢業 然後事務官上來做到副主委 他就變副校長 對 那就不用拆除了 對不對 根本都說這這很好用 那大家都這樣搞 那副校長他就直接行政就管了 你知道嗎 對 那學校人全部都被他掐死了 因為裡面學校有考核啊 對對對 天下讀書人根本就已經被踏到地上 不是踏幾回啦 對 這是第一個 那我這件事我有個期待 就是說藉著高一大這件事情 單點先突破 因為高一大眾所矚目 第一他是醫學大學 對 第二他是杜聰明 作為創辦人的學校 對 這個學校能單點突破 如果真的都解決不了 其他就不用談了 不是 這個當然是這樣 對 這個有高一大案例以後 後面就能互贈出 而且我跟你講 這幾年的高校公會 已經不是吃素的 他們已經打贏很多仗 但是他漸漸的 他會越來越豐滿 這我先說第一 第二 剛才所說的這個問題呢 那學歷嚴重到什麼程度啊 排名前二十名的 大陸前二十名的大學 從第一名開始 到第二十名 都有那種一個學期 只要去十天的 然後回來就博士了 對 博士這地方 他們控管非常瘦 一個禮拜只要去十天 那你不要講什麼排名 第一百五十名還兩百名 大陸有兩千多所大學 可能學校在哪裡都不知道 那見鬼啦 那是淹沒啊 對不對 好 那我們那個搞世界排名 那些通通都沒有用 國內的 我跟你講 國內你至少他嚴格的 一個學期十八週 你就得在那裡 大家互相會監督對方 有沒有在那裡 我跟你講連作弊要操都很辛苦 槍手忙被抓出來了 沒有錯 就是你要作弊都很辛苦啊 你要大腿操很久啊 可是問題是 問題是只要去十天 十天還前後 這個上飛機下飛機扣兩天 中間還旅遊一下 最後就兩三天 他還要撲手 你知道很多私立學校 在中國開設一些分部 不只這樣 我們私立學校 還有董事長帶隊去念的 帶著學校老師去念的 我不好意思再舉出來 然後你們可能也還會 任用他們家族成員 進入你們的這個團隊裡面 不會 都會嚴格把關 不是 不是 已經發生了 但是我不能再講 現在還沒有成立 都發生了 發生了 許姓對不對 我不知道 那我想說這樣的情況 如此嚴重啊 表示說賭不勝賭 可是你如果法在那種地方 他只要一觸法就跳出來了 對 一觸法就會跳出來 所以第一個是說 這些學歷的品質在保障什麼 品管啊 對不對 我們國家的人才是通過大學 國中高中大學這樣生產出來的 這個品管很重要 你現在覺得品管來的是 他自己就是烏魯木齊耶 你給你烏魯木齊 然後你請鬼拿藥單 開玩笑還是捏著你 跟你要錢 你知道這個誇張到什麼程度嗎 剛才你念了某一所大學 曾經有錄用老師啊 你進來 你現在進來 注意叫做進來對不對 請六次喝花酒 什麼啦 真的還假的 真的啦 有錄音帶啊 然後最後那個錄取 然後川普那裡才把那個校長給拔掉啊 然後校長台又去另外一所大學 再搞一次 又是喝花酒下台了 那以前那個飛雷電台都已經廣告過 還是宗教學校 我意思是說 如果如果我們大學的把關啊 過去那個德性是這樣 然後最後就弄了一大堆人 都是這些學長們來的話 你最後就這樣 這裡面還有一個被念為副校長 他的小三小四小五 都跑到學校裡面去了 連坐什麼位置叫什麼名字 大家都知道了 然後然後呢 這個學校裡面比較年輕的 那個四五十歲 那處理叫做被操到掛 你知道嗎 然後他們進來以後 本來這個學校兩百人 學生四千人 他就已經很滿了 老師可能還要循循循循循循 他不是 他進來以後弄一堆人進來 弄了五十個人進來 都憑你資深 然後一個禮拜只要兩到四個小時 那下面那個年輕人要搞很久 甚至領三萬人要做一個禮拜 做六十小時 把你操到掛 操到喜慎 你不要幹 有很多人要幹 然後他們的態度就是這樣 思維修的態度就是這樣 這個在這個地方其實很高啦 你不要幹 很多人要幹啊 對不對 所以我要給你打幾折 就是我高興就想就好啦 現在還有加終點的 因為一個老師本來是上這個九十十一好了 或者是八九十好了 他最多給你加到六個終點免費 嗯 九加六十加六十一加六 甚至十二加六 無限的可以加上去 用各種辦法把勞職剝皮 對 連續掌機扣也就算了 用各種辦法 這個總會可惡的地方 許不是全部啦 大概二十個還算正常啊 若干董事會 或相當多董事會 可惡的地方就是 他的慾望是不探底啦 對 他今天撥你一百萬 明天再撥你一點錢 最好呢你再捐他一點錢 你懂不懂 最好你的薪水全部接出來 然後還跟他唱哈雷路亞 最好是這樣 這可惡就在這個地方 但是你法在那裡 他就不敢 我們幾次在這裡披露幾個學校以後呢 據說收斂了 收斂了 累在夫妻不敢坐在校長旁邊啦 真的 那個他們高雄啊 坐後面 對 改坐別的地方啦 對 那剛才你講的那些學校呢 他開始比較收斂了 一動不敢賺兩億啦 對 好 可是問題是說 這種事情不能一直靠政經限制兵 哪天政經限制兵被某個委員搞倒 那你就沒辦法了嘛 快了 對 也可能 就是把他搞倒就解決了吧 所以我認為現在歸根結底 還是要回到法治的精神來 而且老實說我先看 這個中委員嘉賓的反應啊 我發現一件事 他已經完全瞭解問題了 OK 他已經完全掌握出問題 他內行啊 對 好下一句 各位聽清楚 教教官會的朋友 跟我們同學也聽清楚 他說一步一步來 所以他做一步 下一步我們就再逼他一步 他就會一步一步來了 聽懂嗎 梅干在這裡 他做一步你再逼他一步嘛 你不能叫他一次跳兩步 他不會自己一路跳兩步 他會噎死嘛 所以他每做一步你就再逼他一步 每做一步就再逼他一步 不然他就沒有權力向前進 沒有動力 所以我們要說清楚 這一次我們還很失望 修法 不可能每年修法啦 你看這個施效法 放了多久才修啦 所以我還是要講民進黨啊 好不容易在國會過半數 你新政府上來新國會 大家的寄望 那你轉型正義 你如果連失效都不能處理啦 我實在講 那就沒有東西可以處理 你追得回不當黨產 那你說你追不當黨產 你總是要從幾個個案下手 你從救國團下手 從婦聯會或者從紅十字會 總是要突破 你不能說搞了三年四年 什麼都沒做 所以這個施效法好不容易要修 我當然不敢期待說一步到位 所有的問題全部解決 可是我認為已經有一些版本 高教公會的版本也好 時代力量的版本也好 裡頭確實有比民進黨黨團進步的東西 不要排斥 不要說仗著我人多 就是要通過我自己的版本 其他人比較好的主張 就全部封殺掉 不至於這樣子 對 我們也採納了很多裡面內似的精神 因為萬一如果這樣做 我就像高教公會講 失望 失望 再失望 那你的轉型正義什麼都不要談 OK 所以我們會把高一這個案子 當作一個落實轉型正義 就是因為我們也認為 你的手上是什麼 是高一的 對 就是我們把高一轉型正義 希望真的落實 你們已經組成一個縮帖 在說高一問題 對對對 因為我們就覺得 正好是新政府新國會上台 我們要不然過去成家霸戰了六十年 對 實在講 他跟黨國的關係好到那種程度 對 校友 教師 學生 無可奈何 我要說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 世代國學 OK 這是一個很明顯的財富分配不公 這是民進黨上台 要解決的轉型正義問題 讓這個君子 讓大家可以靠自己的實力上上升 對 不然的話 以前在婆婆事件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開玩笑的話 叫做你考止考 沒有五百分 沒有關係 對 你有五百萬 你也可以當醫師 突然說要是一個好生物 我可以做的 但我不會看見 老百萬 突然說是一個好生物 才好生物 在到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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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連結束 感谢观看